回来节目时间 碧堤半岛的单位装修费大约170万 室内的设计重点是改善间隔的缺点 包括近大门的位置变成实用的圆关位 偏长的走廊、实场改用玻璃 同样都是为了淡化原有布局不足的地方 单位实用率一般 室内处位属于结构一部分 局限了调动间隔的弹性 走廊位窄而且长 这些都是逼提半岛参观单位的缺点 也是设计师重点收拾的地方 这里超过1700呎 是原装双连单位 地方宽躺 但无可避免结构场和柱位 比起分层单位多 大门就有一幅不可以拆走的主力场 要令到这里变成实用空间 是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现在的用法是有一部分向客厅 在一个小型的室内 另外有一部分向缘关 好像一个缘关位 亦都做了一个座椅 它是换鞋时可以用的 其实好处是多了一个小的室内 都令到整体我们不用做那么多櫃 亦都多了一些收纳的地方 全屋的用色平实 气氛舒适自然 主要围绕浅色 再配上深色的傢俬 有助形成对比提升温暖感 希望感觉会温暖一点 所以我们都会用了一些暖色 会用多了一些木石墙的 panel 以及有一些相对深色的梳化的傢俬 希望它能做到感觉会温暖一点 梳化后面的墙身以天然云石铺砌齐 适当加入木材元素 可以中和石材的冰冷感 电视机旁边的角落摆放了独立座椅 用色、摆位、以至是灯色 都是按照屋主品味而设 是屋主享受独处时间的区域 一家三口用餐的地方 以前啡色实木餐桌 配上白色餐椅 整体感觉柔和 色调平实 但就不外板 因为设计师在其他地方花了心机 饭厅天花装上立体球形吊灯 背后的层身就有两组白色吊柜 不同位置装有蛇灯 而滲出的光线为这个区域营造层次感 原本厨房的入口比较窄 部分空间偏暗 设计师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去淡化缺点 因为原先这间房是一个长的间隔 另外厨房也有一个掩门 长的位置也是多的 所以我们将厨房的门做大了 也做了一个烫门 其实它平时除了煮食可以关门 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打开 导致这个感觉会阔一些 而这边我们也做了玻璃 去做间隔 也都可以令一些天然光可以进来 改动过后 视觉上长走廊好像缩短了 不会过于迫劫 而进头就是屋主的儿子的房 由两间房打通二成 他都想小朋友的空间会大一点 譬如有一个好像衣帽间 和一个playroom的组合 所以我们将其中两间房打通了 就会给他一个大一点的活动空间 配合小朋友的年纪 房里面以白色和蓝色为主 床背长身就铺上格仔文墙纸 运用简单的图形去丰富设计 主人房近黑饭厅 床背板配上横式勇无软墊 窗台的位置加上了软墊 但屋主在有空的时候 可以享受窗外的景色